Hello 大家好 又是到了上M-Mac的时候了 所以这个是部分4的部分1 缝隙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所以第二个部分的视频呢 我们就会学什么是缝隙松山岸 所以我希望你们已经是看了部分1的视频 所以现在我们接下去学缝隙松山岸 可是如果你看课本的话 其实缝隙松山岸是subtopic1.3 就是课本它其实是教你们缝隙古巴汉 过后它才教你缝隙松山岸 那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先学缝隙松山岸 再学缝隙古巴汉 因为等一下在古巴汉里面你们其实会用到松山岸的 所以不浪费时间我们先学什么叫做松山岸 所以其实在学缝隙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我们其实是把setX的关联去setY 所以在setX的时候我们其实把它全部的X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object 或者是叫做domain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object是你的X image呢是你的Y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个Persama案写成Y等于FX 所以Y就是我的image 或者FX就是我的image 所以当你的object是X的时候 你拿到的image是Y 可是松山岸就是相反了 刚才我是把X连去Y 松山岸就是把我的Y连去X 所以我的object变成image image变成object 所以现在你拿到的忽工岸是X等于F松山岸Y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它的之间的关系是相反的 OK 所以你要记得F松山岸Y就是你的X 所以现在你的object是Y 而你的image是X 而你的image是X 所以这就是它互相的关系 OK 所以呢 第1个虫头还给你的虫头13 你可以看课本的第21页 所以我给你Gambaraja Anapana 所以你其实从旁边的这一个Gambaraja Anapana 你其实可以知道你的object是2跟3 而你的image是14跟5 所以从这一个关系里面 你其实可以读到我们是从F连去X才拿到Y 因为我们之前学的上一页我们学的FX 其实是Y来的 所以当我的object是X 我拿到的image是Y 所以如果当我这样子读的话 当我的object是2 我拿到的答案会是14 如果我的object是3 这样我拿到的答案就会是5 OK 可是我现在问的是相反的 等度跟F松山岸1 over 4 所以我现在问的是松山岸1和4 所以我就要有一个相反的关系 所以我会从1和4再读回去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就会是2 所以你的F松山岸1和4 你就会拿到2 所以当然我问你B F松山岸5 这样你的答案就会是3 所以它之间都是一个相互对立的关系 所以我们刚才从前面读去后面拿到答案 现在我就要从后面读去前面拿到答案 OK 学了这个关系过后 当然它也可以问你一些其他相关的算法 所以比如说像中多14 现在我给你一个分析 现在我给你一个分析 等于X除于X-4 OK 等度跟Image by Gidwell 所以在上一个video我们已经跟你告诉你的 我叫你Charlie Image 代表这个2的话就是你的object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X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Fx里面的X给换成2 所以我就有F2 所以我就会把全部的X给换成2 所以你就拿到2除于2-4 所以2-4你就会拿到-2 那2除-2你就会拿到-1 所以这个就直接是你的答案了 OK 当然B我问你松山岸 现在你还不知道怎么算松山岸对吗 所以咧 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松山岸跟F其实是对立的 就是说封系跟松山岸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就好像我前面做成丢去后面我就会做除 前面我做加丢去后面我就会做紧 因为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算我如果把松山岸丢去后面的话 我就会拿到封系 所以当然我的3是照抄下来的 因为我的object现在变成了我的image 所以我把松山岸丢去后面 我就拿回我的方式 OK 而之前你们也学过了 如果fx 跨弧里面是x 我后面等于后面的全部都是 拾不担x 所以全部都只有出现x 如果我现在问你fy 我就要把上面那个Persama岸的x 全部换成y 所以我就有y除y-4 所以现在我要slicize这个Persama岸 我要把它搬成y-X 所以我就要把y搬成独立存在了 所以现在有Persama岸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slicize 所以有Persama岸的话我就把它乘上去 所以你有3 跨弧y-4 然后我再把它打开 把它更半干 所以我就有3×y 3×4 我们就会拿到3y-12等于y OK 在上一个video我也已经跟你们说到了 如果我要找Persama岸 我一定要把Persama岸 那就是y搬去前面 把号码丢去后面 所以我会把y丢去前面 所以我把y丢去前面 它就会变成一个3y-y 我就会拿到2y -12丢去后面 我就会拿到Persama岸 OK 然后我要找y 所以就把它除2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6 再把它写回去 我要缝隙松山岸3 那我的答案就是6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我们要怎样去找到松山岸3 所以第一个步骤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把松山岸丢去后面 我就会拿回我的缝隙 OK 然后在什么情况我们会有松山岸呢? 你们一定会这样子问 所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会有松山岸? 它代表说它的缝隙一定要是satu跟satu satu跟satu 其实在上一页我们也有说 或不是上一页 上个video OK 代表一个object只可以有一个image 代表每一个object都必须要有一个image 这样子的情况存在的时候 那个缝隙就有缝隙松山岸 OK 然后如果你找到了缝隙松山岸 比如说f跟g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缝隙松山岸 就代表g是松山岸f 或者f是松山岸g 这样子代表它的domainf等于dolatg 所以你知道domain其实是你全部的object吗? dolat其实是你全部的image 所以基本上就是object变image 然后image变object 或者是你的boxyx变boxy 或者是boxyy变boxy 所以这是它之间相互变换的关系 OK 然后b呢 如果我给你一个graph的时候 所以你就会把它pandolatg 在y等于x OK 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下面的chonto 会告诉你们什么叫pandolatg y等于x 所以其实你在from1到from3的时候 如果也已经学过了 这样子画pandolatg 对吗? 没有记错 应该是from2的时候有学过了 OK 可是没关系 我们一步一步再看 所以现在如果我给你graph的话 我要先知道这个缝隙 是有缝隙松山岸还是没有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ujan garis mamufo garis mamufo就是我画一条横线 然后我看到它碰到的点是多少 如果它碰到一个点的话 这样我们代表这个缝隙 是有缝隙松山岸的 可是如果我给你一个graph 然后你画了garis mamufo 画了一条横线过后 你发现到它的交叉点 其实是有两个以上 就讲有超过一个交叉点的话 就代表这个缝隙 是没有缝隙松山岸的 OK 所以这个是garis mamufo 你在第一个video的时候 你其实是学了garis mamufo 就是画直线 OK 所以如果你忘记的话 可以再看回序你的第一个video OK 然后我们接下去 看chanto15 现在它给你三个不同的图片 然后叫你找这个缝隙 是有松山岸还是没有 Burigan seba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这个是给你gambaraja anapan 所以就是它有一个箭头啦 所以我们先check 是不是每一个object都有一个image 所以你会发现到object a有image4 object a有image4 object b有image-2 object c有image9 所以你发现到其实每一个object都有一个image 这样子代表这个缝隙是有缝隙松山岸的 OK 所以你可以写the doubt part 缝隙松山岸 或者是other缝隙松山岸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之间的关系是缝隙1 跟1 代表每一个object都有一个image OK 第二个图呢 图b的话 我现在给你的是一个graph 如果我给你graph的话 这样你要这样子知道它有松山还是没有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条横线 然后来把它给找出来 所以我们会画一条横线 看它有多少个交叉点 发现到它只有一个detail per silangat 如果是有一个detail per silangat的话 代表它是有缝隙松山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画横线的话 我发现到它只有一个交叉点 所以我们就写因为它只有1detail 所以我现在只是给你point form 有没有写成句子哦 OK 所以你们只需要记得重点就可以了 其实 OK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圈套 所以如果题目给你graph的话 我一样再画一条横线 来看它有多少个交叉点 所以我现在发现到它有两个交叉点 所以如果它有两个交叉点的话 代表它是没有缝隙松山岸的 所以我就写the other缝隙松山岸 因为它有两个交叉点 OK 所以现在你们知道 怎样子去找它有缝隙松山还是没有了吧 所以知道这样子去确定它有缝隙松山还是没有 最后一个我们一定要会算 OK 在会算之前 之前还有多一个圈套是讲你这样子 laka 跟graph 所以你看圈套17 所以现在缝隙f给你x2-6 所以你其实在数学 从4到1 你已经学了怎样子画graph 就是怎样子画graph untuk分析quadratic 就是讲x2 所以你看到x2是positive 其实你就知道这一个是一个下脸了 因为你的x2是positive 你就拿到下脸 然后-6代表什么呢 -6这个代表它是平达上y 所以我记得平达上y yp代表bottom的意思 所以它代表它是切到boxy的点 所以切到boxy的点是-6 OK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的graph是怎样画了 OK 然后把sata仰什么 laka跟graph f 达上 所以你可以先把f给画出来先 所以我们先找到你的boxyx分boxy OK 所以这个是你的boxyx 这个是你的boxy 所以我会画一个笑脸 然后我的平达上y是-6 所以比如说这个是-6 所以你应该拿到的是一个笑脸 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个笑脸出来 然后还是切到-6 可是不要忘了我有给你domain domain是它的阔度 或者是你可以叫它做它的肥度 我要0到4 所以我的boxyx的0在这里 我要0到4 所以我要需要去找 ok 当它是4的时候我的fx是多少 所以你当然可以去算啊 如果我的x是4的时候 我拿到什么答案 所以我有4 我是如果-6 所以我其实会拿到16-6 你会拿到10 ok 所以我知道当它是4的时候 它的image是10 所以比如说4在哪里呢 随便你画啦 其实都可以用 所以我如果知道 上面的这个点是4 10 打个比方 可是我要positive 罢了 所以negative 我不要 所以其实它就不是一个笑脸 它只是半个而已 ok 所以它是半个笑脸 所以它是大概这样子的东西 ok 然后 这个是我的fx 现在我才要去找我的f松山岸 刚才我们说f松山岸是半多烂法的x等于y 或者y等于x 所以y等于x其实是一条斜线 切过0 所以这个是你的y等于x 所以我换一条直线 记得要用尺哦 所以这条蓝色的线 这个是y等于x 所以我们全部都会半多烂 所以现在如果你的y是-6 刚才我们说了 y变x x变y 所以如果现在你的-6是在fax y 等一下半多烂过后呢 我的-6会在我的fax x 比如说在这边 所以它等下就会跑来这里 ok 所以等下你会拿到的graph 大概也是一个笑脸 然后一定是碰过刚才那个交叉点 是相同 然后停在这里 所以刚才如果是40 这个现在一定是14 它一定是这样相互切换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我的lacaran graph 所以你看一下标准的答案 这是课本给你的答案 ok我插掉我画的 所以看了会比较清楚 所以基本上我们画的东西 其实都是相同的 因为它是电脑画的 所以就会比较漂亮咯 ok所以这是它的答案 ok 所以一样我们把它-6 搬到去我的pax x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ok 那到答案过后 它的题目还有问多一个句子 最后一个句子 你还要得干Domain Bagi F 所以我还要再去找它的Domain Domain代表是它的扩度 肥度 所以我要知道它的pax x 是从多少到多少 所以我就看我的nilai x 所以最小的nilai x 是-6 到最大的nilai x 是10 所以我的答案是-6到10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Domain的答案 所以你还要写-6到10 这个就是你的Domain ok 然后下一个圈头呢 圈头18 现在它还是一样 叫你LakaGraph 过后再轮着干DataDataData 所以现在的题目 我已经给你一个graph了 所以只是我两个coordinaire 我都给你了 所以现在你要记得 我现在把x逼去y y逼去x 其实这个比刚才那一题更容易 因为我把graph已经画好给你了 所以你已经有graph fx 等下再做pantolan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的p是10 等下呢它就会变成01 所以01的话是在这边 所以它的p现在就会变成01 所以如果你的q是36 等下你就会变成q是63 所以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的q现在就会变成63 因为你要做pantolan 所以跟刚才一样 我先画一条y等于x 所以是一条斜线 OK 记得要用尺 因为我现在没有尺 所以我画的线 就会比较y的一点 所以你要用尺画哦 OK 所以我会画y等于x 所以这一条线是y等于x 过后我们再做pantolan 其实我要把刚才画的 红色的点给连起来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OK 记得要用尺啊 这就是你的答案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标准的答案 这个就是y等于 封锡松山岸 所以就是这一条线 黑色的这一条线 OK 所以希望理解啊 所以现在你们已经会 拉开看graph一个是给你的冲头 是quadratic要笑脸的 还有一个冲头给你的 就是garis lulus的 OK 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知道 这样子算 所以这一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代表我给你封锡f的时候 你要怎样子去找到你的 封锡松山岸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给你的fx 是5i加2 现在叫你找封锡松山岸 所以跟刚才的步骤一样 我先把松山岸当成是y 然后我再把我的f松山岸丢去后面 我就会拿到我的封锡f 所以我就有我的fy等于x 所以上面我已经告诉你了 如果x是十不单x OK 我拿到的不三马岸全部都是x 所以我现在就把上面的x 换成y 所以我就有5y加2 所以我现在要把y 换成十不单x 所以我只保留y 把2丢过来我就有x-2 最后再把它除5 我拿到的就是我的松山岸了 所以我的封锡松山岸是x-2除5 OK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更快捷的方法 这样子去找到我的封锡松山岸 其实松山岸跟封锡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我们穿鞋子这样子 OK 比如说你现在穿鞋 在还没穿鞋之前你一定会先穿袜子 所以你先穿袜子再穿鞋子 对吗 可是当你已经跑完步回来了 现在你要脱鞋 你一定先把鞋子脱了 你才有办法脱袜子 对吗 所以代表它先后顺序是互相倒反的 所以现在如果我看 现在这是5x加2 代表你是不是先把x来乘上5 你要记得x现在是你的老板 这是你的人 x的人 所以现在它先乘5再加2 所以它第一个步骤是乘5 过后再加2 那现在倒反的话会怎样呢 所以我会把加2变成-2 把乘5变成除5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其实就是x-2除5 OK 理解 所以我把乘5换成除 加换成减 再把步骤给到反 刚才我先做乘5 现在我就先做-2 OK 所以当然你先找到了你的松伤啊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x松伤按器 因为我现在把x换成7了对吗 所以我就把我松伤按的答案 刚才的这个答案里面的x给换成7 所以我就由7-2除5 所以7-2是5啊 5除5你就会拿到答案是1了 OK 所以为了让你们更了解 我再给你们读一个冲头 OK 所以这个冲头 我是从late degree1.10给拿到的 我从第一题的c来抽一个是有个插汉的 所以再重复回刚才的动作 我要怎样去找到我的峰隙松伤按 所以我就把松伤按当成y 所以我现在再把松伤按丢去后面 我就会拿到我的fy fy的话把上面的伯萨曼按 全部的x换成y 所以我就有4除y-1 所以有perchahan 我就会把它给乘上来 把分母乘上来 OK 然后有块骨我就会把它给打开 所以我有x乘y x乘1 所以我有xy-x 所以我只要把y在前面罢了 把x丢去后面 我们就会有4加x 最后我只要y罢了 所以把x给除掉 所以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4加x per x OK 所以希望你们了解到奖子找松伤按 当然有的学生会问我 诶老师后面那个 x不等于e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所以你要记得其实分母的话 我们不可能拿到分母是0的 这个符号代表不等于e 因为如果我把e给放进去的话 其实你会拿到4除1-1 这个其实是4除0 如果你按计算机的话 这是没有答案的 所以你要记得我们的分母永远不能等于0 所以这个x-1永远不可能等于0了 所以我把-1丢过去 所以x不等于1 所以如果你先找到松伤按 你要再把它写出来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逗号 就是说分母不可以等于0 因为分母只有x 所以你就写x不等于0 当然这个在SPM还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你只需要记得分母不等于0就可以了 OK 当然最重要还是你怎样去找到 峰系松伤按 所以只要会找到峰系松伤按 其实逗号后面那个有写 或者是没有写都无所谓的 OK 这个是for XPM 当然如果你再接下去的话 当然是知道好过不知道了 对吗 所以还是要知道说 怎样去找到我们的峰系松伤按 这是这一课最重要的东西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啦 谢谢你们 再见啦